你好,我是折折王子,我们来折一款镀鸭鸟 我用的纸边长15厘米,首先把两个角对折 擀开,另外两个角对折 擀开,翻到背面,两边对折 擀开,另外两边对折 捏住两端把它挤压到一起,开口朝下 下面两侧的边再向中间的折痕 擀开,稍微撑开,左右两侧按着折痕往里收 把这角折上去 翻到背面,这一面也一样 把这角往右折 展开,撑开,按着折痕翻折到右侧 翻上去一下 两个边往里折 再把它翻上去 这一侧也一样,把这角往右折 往左折 展开 按着折痕翻着到左侧 展开一下 两个边往里折 把它翻上去 把后面的角 一个角 翻开 把它对折 把这个角往上折 折向上面这个折痕的点 下面这里留出一小段 展开 按着折痕翻着到上面 再往前折 展开 翻着到左侧 往里折 再往外折 展开 按着折 按着折痕往里翻折 再往外翻折 再收起来 尾部往下折 展开 尾部往下折 从后面尾部往下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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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从后面尾部往下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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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侧也一样 撑开往前折 稍好 调整一下 使它能够自然的站立 这样就完成了 关注折痕王子学更多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